我們試一下麥克風 因為我們是氣財 我們升級了一個新的氣財 多謝大家今天來看我們Gadget Live的直播 今天來說 我們雖然心情有些沉重 但是今個星期也有些新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等Martin先做 因為今天Martin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很特別 都很特別的 因為始終對我來說 就是第一次拿上手 但是可能大家一直在看 有些留意手機的新聞 都知道今年開始 可以接的電話 都會慢慢地上場 慢慢地開始有機會賣 我想大概下半年就知道 明年初就會陸續出場 我今天 因為這幾天 HKT就是這個 由來碼頭 舉行了一個5G的假列 它除了展示一些 關於5G網絡的應用之外 其實5G的手機都很重要 一種廠商都放了一些5G的手機 比較特別的是 其中一間廠商 TCL 它放了一部摺機 摺機 摺機 5G的摺機 我剛才就留在去玩過 拍了一段影片 我現在就不如按一按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 現在這個畫面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畫面 就是一部 TCL 他們自己研發的一部5G的摺疊式手機 這部手機 如果有留意摺機的新聞 其實他們之前已經公佈過 他們會有幾個不同的設計 這個是其中一個摺疊式手機的設計 大家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其實這個設計 是用了一個內摺的形式去表現出來 內摺的手機本身 你見到平衡不是很長的 可能跟一些 可能見到Samsung 或者華為一些摺機 其實是分別有很大的 但因為我手上看到這部 其實是一部工程機 玩不到什麼 但與此同時 其實我跟了TCL 一個全球產品中心的總經理 他談過 他說 其實設計一個摺機 最大最大遇到的難題 就是摺疊的位置 摺疊的位置 摺疊的位置 平坡 它很一定融合在摺疊機 這部機上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留意 開了Samsung News的朋友 在那裏 他們的Gansi Flow 是真的有些問題出 未出街之前 不讓大家去試試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在講教委和屏幕 可能在最後過程中 大家都看過一些真正的問題出現 但上手用的時候 其實是另一回事 很多預料到的問題就發現了出來 他們仍然都在了解 究竟真實用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從而去改良教委和屏幕上的設計 所以這部還未是Final Version 未是Final Version 是其中一部 因為它本身有幾款的設計 有ABCDE 到時看看誰最後做了出來 就選擇出來做一個產品發佈 其實它也透過一點 因為下半年9月 德國有一個EVA的設計 TCL會在會裏公佈一部摺疊式手機 但這位同事 這位同事就會跟我說 其實它就 我現在手上的這部機 並不是會在EVA看到的樣子 所以 究竟最終TCL會 公佈一部什麼機器出來 我們還未知道 但起碼現在可以是一部新的機 我們可以看到 可能接觸出手機 強調到一些難題 或者其實摸上手 我自己摸上手之後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器也挺輕的 其實也挺輕的 好 我們先回到外面外面 好 我們先回到外面外面外面 好 好 現在回到外面 剛才大家也看過接碟手機 雖然是一些製作機器 也還未是一個原製品 但大家看到 我在那部部片中看到 它的校位設計 和之前的Samsung 或是有些不同 類似哪一種呢 類似Microsoft Surface Pro Service Pro的架位 很多層的架位 另外我看到它在機背的位置 都是有個洞的 機背的位置 是不是有些像LED閃燈的東西 沒錯 其實機背的那個 就並不是一個屏幕 其實就像LED的那些枕燈 可以展示一些提示 或者是時間的功能 其實這個產品總經理 傳統產品總經理就跟我說 它們都會不夠 究竟會不會擺一個屏幕在機面 但是這一刻我都給我們試玩 上手試玩的一款Sender 就沒有將屏幕擺在面上 只是用了一個接屏設計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可以去HKT 5G的展覽看看 因為接下來周末 周日就是在這個 契德 沒錯 可以去看一下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大家在我的影片的下面都看到 過具4KHDR電視大比拼 這個題目就是我因應一位同事的要求做的 原因就是他想買一部43吋電視 幫他借了兩部回來試一試 看看哪部好 都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為何會這樣做呢 大家去看看 我們給加速機 今天就是兩部主角 一部是Sony 一部是Samsung 這兩部為何我們今次會說43呢 其實真的是市場趨勢來的 在過去一兩年 其實大家不同品牌的電視 都是催谷一些比較大一些 尺寸的畫面 可能65、55 去年幾個牌子都在推49吋的 如果說小型號的話 小尺寸的型號 49吋會有些叫做高階 或者叫做旗艦級的機器 在49吋出現 但沒有43的 43是很便宜的機器 但今年的趨勢 就是43都會有些比較高級的機種出現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市場告訴這些品牌 43吋是還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而這個市場 尤其是現在 可能大家在香港的居住民情 很多真的窩居 甚至乎連房屋都不可能 只有房屋的情況之下 就要用一些比較小尺寸的機器 為何現在43吋 我們都會歸納一些小尺寸呢 原因就是大家其實在兩部電視機 你會看到 它們在畫面的邊框來說 是做得很幼細 所以43吋其實都不是說 需要很大的空間 所以43吋已經歸了 一些比較小尺寸的畫面 但今次無論是Sony的 A850G 就是現在畫面左手邊那部 右手邊那部就是Samsung的Q60R 兩部機 一部就是Sony 一向沒有傳統做的 LCD的電視 不過這次 X850G 為何是高階機呢 因為它錄了X1的處理器 因為過去在43吋機 就沒有一些比較高低 或者高性能的影像處理器 這次Samsung呢 就是一部QLED的電視 就是2019 QLED系列的電視 用了第三代的QLED的技術 還有一個quantum AI處理器 它亦有一個4K的處理器 在裡面的 所以大家等一會 我會再和大家比較一下兩部機的畫質 先說說設計 一部就是Sony 一向是用Android TV的系統 Android TV的系統 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現在我們眼見這個機 都仍是Android TV 7.0 7.0 是已經有計劃在今年內 將全部Android TV的機 大部份 我不要說得那麼熟悉 即是今年 2018 部分2017的機種 都會推上Android TV 8.0 好了 講回Samsung那部 Samsung那部 就是它自己的Titan系統 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今次Samsung 在今年出的新機 其實大家已經在畫面看到了 就是一個Apple TV的軟件 在裡面 因為我說的是軟件 因為它是軟件 它是一個軟件的軟件 其實大家如果上次有看過 我們講這個 這個Samsung 8K電視 都已經介紹過 這部雖然是便宜的 Q60 但仍然是一樣 在一個Apple TV的系統 跟上次一樣 都是可以有一個Apple TV 這4K電視頻 是有丁丁分別的 分別的 分別就是 它是無法導致Vision 最多是4K HDR 聲音是導致Digital 5.1 做不到導致MOS 這就是因為 本身Samsung的電視頻 沒有導致支援 而出現這種情況 但在畫質上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以一個43吋機來說 是OK的 雖然說沒有這個 導致Vision 我可以播放給大家 因為可以設定燈 好 好 其實多43吋 多43吋的選擇 其實真的 大家賣電視 有彈性的大很多 是啊 43吋的好處 就是真的容易買 還有 有些人不是擺廳 而是擺房 尤其是當你擺房 你是不會好像 一舊拖二舊 就是一抽二兩 最好就是一部電視 簡單單搞定 所以有個好處就是 我擺放在房間 不需要弄很多線 我又有Netflix看 又有FTV看 又有YouTube 看完電視 都搶了 很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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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OK的 那 看看Sony Sony的歌 其實就比較 直視一點 很簡單 例如YouTube Netflix 這些 Android TV 系統 在裡面 不算太特別 那 這個畫面 都是大家看到 比較熟悉的了 那 我們現在 兩部機 我們播一播一些不同的片 給大家看看 可以讓大家比較一下 這部機的畫質 我們將這部Samsung 放回前面 我們先播一個 Netflix 是 是 是 那 那 Netflix的時候 兩部機的反應 是快一點 的 你看到無論是 撈片 或者是 上網的反應 的反應 Samsung 是比較好 沒有聲音 是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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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兩部機的畫面 設定 我先說說Sony 那 在 我們這一套 是 天宇第一 紀錄片 所以 那個 畫質標準 我就用 標準模式 那 不需要用電影模式 因為用電影模式 那個色溫 就會 編了 暖色系 那 看紀錄片 就不太習慣 現在有 現在有 第二 就是 它那個 Motion Flow 我們 開大了 少少 是的 那麼 色溫 中間的色溫 亮度 是最大的 大家記住 這些數字 好了 去到 Samsung 那 Samsung的圖像模式 都是標準 那 它的標準 其實 如果 你本身 沒有調整過畫面 Samsung這部機 我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我用了 標準 的 預設標準模式 的數值 它那個 畫面 的亮度 剛才我們看 它的亮度 是中間 它的味道是最高的 你可以再去調光一點 但是 為什麼 不要調到最光 因為你會很明顯 看到那個黑位 是爆的 變成灰 不漂亮的 所以 我們不要動它 留在中間 其實是比較好 但是 這部機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會多了背光的調整 這個 這個設定 就是 Sony沒有的 你不可以只推背光 你可以 考慮 你看的環境 去決定背光 推幾多 現在兩個畫面 近乎同步 Samsung沒有快一點 多兩秒 差不多了 我們這些人手按得很熟 你們可以 比較一下兩部機 在差不多設定的情況之下 那個 顏色 現在我們是經過了電視的相機 雖然不是很準 賣一下廣告 今個月尾 我們會有一場 實物的讀者活動 大家有機會可以上來 親身去看看兩部機的分別 我形容現在的畫面 Sony的電視 在畫面的顏色表現上 是比較偏向暖色系 例如現在你看到雪山上的雪的白色 它不是一個偏藍的白 但我們看到 如果是在Samsung的電視 那個雪景 偏藍 它的色溫調得比較高 第二件事 就是 你看一下背後的陽光 雖然表面上 我們現在 在現場看 Sony的電視 是沒有那麼光 是比Samsung暗 但Sony的電視 當出現一些陽光位 你就會發現 它的陽光 那個光的程度 是會做得比Samsung高 大家可以看看 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哪個畫面好 其實兩者是很接近的 很視乎 你看電視的環境 譬如 你開了燈來看 可能Samsung會佔優 因為Samsung整體的畫面 是推得比較光 不會因為你有環境光 令到電視畫面的感覺比較暗 但Sony是比較自然一些的 現在正在看 Netflix的天雨地 也是一個比較高質素的 4K HDR的信源 因為這兩部電視 其實都是支援到4K HDR Samsung就有4K HDR10 Plus 但其實有10 Plus 沒有信源 沒有資料 所以大家就很公平地 在4K HDR的模式下 去看這兩部電視 現在我們現場看 就看到兩個雪地的顏色 有一些分別 兩部電視機都做過4K的影像 增強 其實剛才你看到雪地的 雪粒 動物的毛 一枝枝的毛 樹皮 那些細節 其實兩部電視機都做得很不錯 這個就是Netflix的情況 我們下一個試 第二就是想讓大家看看 Youtube 看看可不可以開到Youtube 給大家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開到 你會看到Samsung的軟件 是相對比較快的 好,大家預備了 今天都是播放這個 《倉木馬依》的 《花燃葉》這個MV 這個你看到顏色的顯示 你會更容易看出兩部電視機的分別 例如綠色、紅色 你會看到很強烈的不同 但在Youtube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 Sony的畫面 我不知道為何 是有一點錯的 剛才在看Netflix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稍後會再看清楚 究竟在設定上 有什麼原因 會有這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 不只是這部電視機 其他部電視機 我們都會發現 當然這個慢畫面 你不太覺得 但如果在一些 比較快的畫面 情況下 就可能會 看得不太舒服 好 好 下一部分 我們想試一試 就是一個遊戲的畫面 因為 為什麼會試試遊戲的畫面 因為 很多人買這些 小尺寸的電視 其中一個原因 是為了 打電視機 因為可能 家裏有部大電視 但他不想 跟人搶機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有機會 買多一部電視 現在我們 會用一個 HDMI的分線器 把畫面 分開兩邊 亦都會把兩部電視 設定在一個遊戲模式 為什麼會這樣試呢 原因是 今次 Samsung 都會特別強調 它有一個遊戲模式 而遊戲模式 在Sony的電視 其實一向都有 所以我們今次 就試一試 它兩個遊戲模式 有沒有什麼分別 Samsung的遊戲模式 是比較特別的 它不是在畫面模式去調校 它是另外把它擺出來 有一個遊戲模式 好了 開了遊戲模式 這個 Roman幫我手 一直打下去 我們看看畫面有沒有分別 在遊戲模式來說 我們最主要是看看兩部電視機 因為兩部屬於高階的電視機 都有一個 100Hz的 掃描頻率 相對來說 如果打遊戲的時候 就會比較 順滑 以及不會那麼容易閃 理論上是 所以我們就看看 實際上這兩部電視機 是在處理遊戲畫面的情況 要強調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想同步 給大家看的分別 所以我們就用了一個 HDMI的速度打去做 但是用了速度打之後 應該是有一個4K的Protect 在PS4那裡 所以就不讓我們出4K畫面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個 1080的畫面 輸入了電視機 再經過電視的處理器 做一個4K的處理 我現在負責打眼鏡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Sony的電視機 是比較偏淡色的 其實看上去是比大家一隻眼 看上去長時間來打機 是沒有那麼不舒服的 是的 但是Samsung那邊這些顏色 其實就是偏這個 應該叫做 深色 對 因為我之前去 今年3月的時候 都聽過Samsung的一些B秀 他們就很強調 它的遊戲模式 除了有一百Hz外 最主要就是它其實 是推光了對比度 讓一些遊戲 譬如一些暗位 譬如你進入隧道 或者有敵人躲起來的地方 你會容易看到 當然它也在亮度上做了一些控制 不會令你長時間看 會很累的 其實Sony 就一直都有做 它在遊戲模式 它除了關掉那些動作 那些人工的東西之外 令到畫面原裝出來 就是流暢了之外 不會有那麼多 我們叫做 那些人工的時間 它在畫面的光度上 是較暗了的 讓大家看看 沒有那麼刺眼 其次就是 它的色溫 是調節得比較 暖一點的 你會看到 好像黃黃的 但這個色溫 就會是 你長時間 對著電視相對 沒有那麼累 沒有那麼壞眼的 類似現在我們用iPhone 都會有一些互眼的模式 其實晚上的畫面 都會去黃了 即將色溫調亂 即是類似這樣的功能 你會看到 即是我們現場看 會看到 左邊Sony那部 是淡一點的 畫面真的像是 你平時打的遊戲 那Samsung那部 其實就是硬硬調光它 即是光位推光了 推光了 但你覺得 如果推光了畫面 對你打遊戲 是一個好處 還是不好處 其實正常是好的 但現在看到這個遊戲 因為它本身 原色應該是近Sony那部 即Sony那部 是做出來的效果 是跟你說 我們不像 嘩嘩嘩 嘩 掉下去了 但就不像 硬弄出來 不像硬改出來 那可能 現在這個場景主要在雪地 看下去就分別不是很大 那我們嘗試換個 換個光眼的位置 我們上去 上一點點 這個 這個不是我自己本身的 是 其實如果你說Samsung 它把畫面顏色推到這樣 如果你本身是打 方便你打遊戲 打槍遊戲那些會明顯些 即有時候你現在的槍遊戲 你很多都很喜歡弄那些位置乾淡 其實你看現在這個位置 光了 是 反而是乾得有點誇張 反而是變得 反而你是覺得 Samsung那部的光位 是太乾的 是 看上去反而是有點刺眼 是 但如果你是反而是 本身這遊戲 有那些多的暗位 為主 即可能我當是 鮑克薩那些 你本身 一直都在暗場景裏面那些 感覺反而是Samsung那部會做得好些 當然我們現在玩隻狼 你見 作成 因為我們現在明顯是一個有陽光的地方 打 反而是 有些殘眼 看上去 有些殘眼 即是反而長時間打會累 長時間打會累 會累 反而如果是看Sony那部 就正常些 嗯 就看自己是甚麼情況 即是 當然如果你是玩一些 有些競技遊戲為主 即是我叫 即是 吃雞那類 吃雞那類 即是你為了拿一個好成績 你不介意看壞眼 其實Samsung那部是OK的 那Sony那部 其實主要都可能是 為你打那些 即是你要試過效果那些 玩得久 玩得久 一晚玩過幾兩個小時 起碼 或者 不止過幾兩個小時 不止 即是你如果是 玩那些 你其實是志在看漂亮畫面 反而是用 要不就關掉遊戲模式 如果你是用Samsung那部 如果不是 就用Sony那個遊戲模式去打 是有著數的 因為關掉遊戲模式 它一經過操作器 我還未試 我擔心是有機會 厲害的 是的 現在看到暗位那些 你又看到了 現在特地站在城牆位 在看 Samsung那部 是看得清的 但是一走出去 下面的陽光底下 是反而太炎 太乾了 反而太乾了 是的 即是它這個遊戲模式的設計 就是 有些少怪怪的 或者我們看看 有沒有另一個現成的遊戲 我們等一下 拿著 剛剛 彈發的時候 我們拿回Dijon 因為Dijon 它第一關 就是一個下雨的場景 我們試一下轉一轉遊戲 看看 其實我看到 我們的畫面所見 其實Samsung那部 藍色那方面 它的顏色是比較出一點的 就是你剛才Dijon 這個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 灰色和藍色 我們現場看 我們現場看 我們現場看到 左邊的圓圈 其實是灰色的 但是Samsung那部是藍色的 那事實上那個圓圈是什麼色 是不是應該都是灰色 應該是灰色的 Samsung那部Dijon 是出得準一點的 現在兩個畫面的背景 都完全不同色的 完全不同色的 即是你現場看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我們 這裡有開過 我看有沒有選擇 我想要那些的話 因為這個遊戲就更加明顯 剛才是隻狼 那些顏色本身 可能偏水墨畫 那些我們換回Dijon Dijon 那些景色比較真實 即是用遊戲來說 即是你最少看畫 不會那些相識很浮誇 那些經理看下去都很像 所以我們就 我不知道它充電之後 在哪一關 我們先看看 充電要時間 要時間 因為這遊戲本身是 一邊播片一邊玩 我們看畫質很棒 是看畫質 這隻是明顯試到的 那 可以了 我們現在在家裡 即是我現在 因為經過一個分線器 即是你變了輸入的時候 是一個1080 也沒有HDR的情況之下 的信源 剛才可能突然想到有什麼事 我突然想到 這個我突然想到 這個我突然想到 設定上面 有設定上面 可能會有關係 開了 不是應該殺 HDCP 我知道 有試過有沒有剪 強化模式剪了 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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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兩部機的HDMI 我都開了 因為試過一次 真的很快趕著試 原來沒有開 因為全場都在行1080 所以這次在開展之前 我們現在 這個真的看畫面 應該看得出來 是 明顯我們用 觀眾角度看 Samsung很乾 Samsung很乾 你看那個梳化 乾到有少少爆 但現場看沒有那麼誇張 即是它是乾了 但我想 未至於去到爆 我仍然是看到梳化上面 一條條的橫紋 即是可能那個人 本身不是一個暗位 他會硬勉勉乾了臉 嗯 即是我們看到 現在那個女生 我來試試 那個女生 她的臉明明是一個 離開陽光底下 但她的臉是很乾的 Samsung很乾殘 但是很乾殘 但是 是否要撿台 做主事 謝謝 因為43吋電視 現在我們在錄影房 我們坐的距離 距離的電視 大概有兩米 對 鬆一點 但實際上 如果你看一個43吋電視 應該沒有那麼遠 米多 米多 即是可能六呎內 因為一般 如果買到電視機 可能那個廳都不會很大 那六呎內 就是 如果近看 如果是長時間很光的情況 對眼都幾累 因為我反而覺得Samsung 她有一些顏色 明顯假的太誇張 紅和藍那些 你見到她明顯撿過 有時候 剛才她有個位置 是瞬間 她有個紅色的相關 是的 但那個紅色的相關是乾脆 很假的 變了鮮紅 變了鮮紅 現在我順便試一試 Samsung那部機的聲音 收不收到 它收不到 它收不到 收不到 現在他現在是播放那部電視 你們畫面應該我見到 其實我會看得到 Samsung那部 做出來 你們是明顯看到那部電視 是在你們的視角爆光的 是 看到 反而Sony那部 是很穩妥的 你明顯看到 右邊那一部是白得超過頭 嗯 這個可能是大家試的時候真的要看一看 有些位置就太乾了 不過如果你看你玩什麼遊戲 有時候有些遊戲 光是幫到手的 光是幫到手的 就像剛才那句你玩槍遊戲是有好處的 是啊 尤其是暗位有東西收拾 或者暗位有人躲起來 可以幫到你 手容易看到 這個正正就是我3月看Beefing的時候 有它示範 就是示範槍遊戲 如果你說在畫面流暢度 好像有兩部機差不多 因為它其實分插不能插槍 剛才的獨立插槍是試過4K18的 它是認到的 是啊 因為如果不是其實我們現在的情況 它都是認了108060而已 OK 它鎖了 所以鎖了 我們轉一轉 炸彈人 什麼 炸彈人 什麼 炸彈人 其實兩部電視 各自試有各自好的 一來就是Sony那部 好在好些什麼呢 就是你看上去 第一 沒有那麼傷眼 那你玩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又看上去 炸彈人那部 是真的有點殘 殘眼的 是 Sony那部 反而做出來的色 是像 還原原本的色 舒服一點 即是你如果真的玩那些競技遊戲 我說 我很想贏 我很想吃雞 看到人在哪裡 那你就先開那邊那個 開那邊那個 遊戲模式 即是你說Samsung Sony那個 Sony那個現在 又開遊戲模式 Sony是開了遊戲模式 但你認識遊戲模式會怎樣 有讀者說 現在試遊戲的暗位 用《權力遊戲》第八季 試片 《權力遊戲》第八季第三集 好我們準備安排一下 現在開不開了嗎 現在開不開了嗎 開不開了嗎 開不開了 我沒有FOTV 我們沒有HBO 這兩部遊戲沒有來自HBO 我們APEX要不要更新 我們真的拿過真的唱遊戲的時候 是不是要更新 每個遊戲都要更新 這些更新是15分鐘的 不要再了 不是它更新是PS4 好 那好 更新的時候 都得了 都得了 我們片是試了 是嗎 差不多 這個直播都用了一段時間 不要緊的 我們會再安排 等一下 好 我們先回來 我們再安排多一點的內容 賣定一點廣告 今個月尾 即六月尾 我們一個星期六 我們就會有一個 4K電視的選購活動 大家可以親自上來 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買電視機 大尺寸又如何選擇 西尺寸又如何選擇 一些心得 跟大家分享 詳情留意下個禮拜 PCN網站的公佈就可以了 好了 來到這裏 我們今天的 Gadget Live的環節 又到這裏 下個禮拜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 好嗎 好 拜拜